大家好 我是謝爾青 歡迎收看小青書 今天是非常的特別 那2024年的8月 范古來到了台灣 而這一次呢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展覽 也就是范古 尋光之路 那麼在整個范古的藝術歷程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追尋著它外在的光 然後內在的光 到最後到精神上 心靈上的光 所以我們這次呢 剛將跟著這個展覽 來了解一下它的尋光之路 那當然走進來 我們可以看到兩個非常特別的視覺 一個在澤青的右手邊 這個是范古一生中呢 寫了2000多封的書信 而這書信裡面呢 可以具細密的去了解 范古它怎麼樣去思考 它的人生 或者是它對藝術的觀點 那當然呢 這個主視覺裡面呢 可以看到的是范古的字畫像 那范古一生中呢 畫過了35幅字畫像 而這些字畫像裡面呢 要讓大家最吸引的 應該就是它的眼睛 在眼睛裡面呢 它到底看到了什麼 我們一起走下去 不過呢 在所有的這個場景裡面呢 其實我們在看到就是 范古是一個被藝術史上 被誤解最深的畫家 當然呢 他在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他可以說是拍賣會上面呢 最受歡迎的畫家 那這一次呢 因為友達光電 他特別的設計了許多的 這樣子的一個展示方式 像我們大家看到這個是 吃馬鈴薯的人 吃馬鈴薯的人呢 可以說是整個范古 他在他的藝術生命裡面呢 非常早期的作品 那這個作品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的 包括了他在對光的理解 已經慢慢的成熟 雖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 但是呢 我們在理解海牙時代 也就是他在整個 這個海牙畫派的 這個繪畫的過程之中呢 它是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形式 那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可以看到了 包括這一次有看到的 星空咖啡廳 還看到了 他畫了他身邊的 這些好朋友的這些畫像 不過呢 在整個畫作裡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特別的 首先為大家來介紹的這一幅畫 叫有草帽的禁物 那禁物畫在藝術史上 稱為Metro Monte 那意思呢 就是死亡的本質 或者是生命的本質 那Metro Monte這個字呢 是死亡 它意思就是不會動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繪畫 不會動的東西呢 其實古代的人 他們在西方藝術史裡面 他們常常透過物件的擺設 然後呢 長時間的靈摩描繪 然後去凝視其中 是不是能夠看到上帝造人 或是創造這個世界的奧秘 而這幅畫裡面呢 有草帽的禁物呢 可以說是延續了從17世紀 然後到泛古的時代19世紀 他們在繪畫這個禁物畫 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傳統 那所有的畫家呢 要進入到藝術的領域的時候 他們幾乎都要從禁物畫來開展 那在荷蘭畫派裡面 包括了像海牙畫派 包括了像他們的寫石畫派 實際上他們對光還有對色彩的掌握呢 也要從禁物的描摩裡面出現 而這裡面所出現的幾個東西呢 可以說是在當時在荷蘭 他們在生活之中最常見的幾樣 那但是這裡面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也就是草帽 草帽呢並不是在荷蘭農民生活之中 的一種標配 可以說是一種南方 更偏向地中海的生活 也就是說在泛古早期的 藝術生涯裡面呢 他開始去想像 也描繪的他未曾抵達的南方 這也預示的 他後來有可能會往巴黎去 那當然就是在這次的畫展裡面 有很多的畫 我們可以看到的 包括了有很多的 包括了像是 它的人物素描 這些人物素描裡面呢 實際上呢都描繪著 就是泛古 對他身邊的人 無論是這些礦工或農民的描繪 那但是呢在所有的繪畫裡面呢 也說他在整個荷蘭時期 那我覺得我個人呢 有一張畫呢我非常的感動 那只有這一幅 你現在看到這個叫 《魯南的舊塔樓》 我先講一下 塔樓在整個這個荷蘭 就低帝國 然後一直到比利時 乃至於呢到法國的北部 它是一種非常特別的建築 那這種塔樓呢 它大概分佈在所謂的 叫尼德蘭地區 然後法蘭德斯 包括了就是 包括了上法蘭西大區 而這些區域呢 它在為什麼會有塔樓呢 十二世紀的時候 包括了 包括了就是 從這個政治跟宗教之間的紛爭 那開始呢有那個地方獨立 自治的這樣子的 公民覺醒意識 而他們當時呢 只要公民自治團體呢 就會蓋一個塔樓 所以塔樓可以說是 整個中世紀的社會 邁向現代化 一個非常重要的標誌 而現在你看到的 這個魯南的舊塔樓了 實際上它已經被拆掉了 那但是在當年 新建下來的塔樓 有很多還保留到今天的 都已經變成了世界文化遺產 而對於范古來說呢 這個塔樓它象徵的是一個 舊時代的消逝 也是一個舊價值的崩潰 那因為從十二世紀 來到了當代之後 其實當時的這些財政支出 已經沒有能力去負擔 我們看到的這些建築物的 這個修繕 所以基於土地上的利用 所以他們決定要把它全部拆除 當然對我們當代來講是非常的可惜 而范古在裡面看到的 是一個舊時代跟舊價值的崩潰 而在崩潰裡面 身為一個小小的滄海遺宿 在一個微不足道 人為元輕的情況之下 他們沒有辦法就去改變時代 所以這個畫裡面 它有一種很強烈的哀傷的特質 而且請大家來看一下 范古一開始學畫的時候 是跟他的表哥 也就是安東莫夫 那安東莫夫就是所謂的海牙學派 所以在魯南的舊塔樓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海牙學派的影子 包括了你說你看到的 例如說像是灰色的色調 然後以大自然為核心 而且它呈現出一種冬季的憂鬱 這種憂鬱它也變成了海牙畫派 甚至於是范古早期繪畫的一種風格 而在這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范古它想方設法地去理解 它所承襲的文化傳統 這個文化傳統包括了 在我們在荷蘭所看到的新教傳統 以及在荷蘭從黃金時代 一直流傳下來的藝術傳統 在這兩個傳統的交會之下 它怎麼樣去摸索它人生的道路呢 後來就有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所以我們往前就可以看到這個變化 在這個區域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的畫 它的色彩的繽紛亮麗了起來 實際上在1886年之前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藝術史上的故事 就是范古一開始是完全不認同 也不喜歡印象派的 當時他的弟弟Cio 他開始接觸了這一批印象派的畫家 然後被印象派的色彩 構圖 還有筆觸 這種明亮鬆散的這一種 藝術風格深深的吸引 然後他寫了非常多的信 跟他的哥哥溝通說 未來有一種藝術流派 它一定能夠充分的結合時尚 跟資本主義 然後讓所有的人都能夠了解藝術 不過我們在范古的回信裡面看到 就是說只靠小聰明來經營的藝術 是不可能長久的 因為當時他並沒有真正的看過 印象派的作品 不過從86年87年之後 他開始零星的接觸了 印象派的作品之後 他被他所明亮的色彩所吸引 這裡的明亮可不是一般的明亮 是一種過度炫目 甚至於接近刺眼的這種彩度 但是他這裡面看到什麼呢 他看到了希望 我們來看到這幅畫叫草叢 它是1887年畫的 雖然不是范古一開始就抵達 巴黎的時候的繪畫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從魯南的舊宗塔 或是在早期的金文畫裡面 他馬上轉換了另外一種色彩 而這裡面出現了一個 就我們今天津津樂道 而且非常熟悉的藝術手法 也就是點苗 雖然這個點苗 不是我們在秀拉或西涅客裡面 所看到的點苗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嘗試將兩個對比的顏色 或者是兩個彩度差非常大的顏色 把它放在一起 讓我們的大腦 讓我們的視覺自行去修補 在顏色所呈現出來的質感 而他沒有刻意去畫陰影 但是在我們的腦海中 在我們的視網膜裡面 我們會特意將這些顏色 重新地把它排列組合 所以就形成一個非常有趣的 這樣的畫 雖然它看起來是一個非常小的畫 但是實際上 它在藝術史上 它有一個特別的里程碑 那當然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 包括了像金屋畫 還有很多的風景畫 但是有一幅畫 對我來講 有人生的意義 那這幅畫是什麼呢 就在我哲星的背後 那這幅畫是雅爾 可以說是梵古 在藝術產生質變跟量變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個時期 那藝術史上 有一個特別的研究 就是講說 一個畫家 要如何成為他自己 原因就是因為他要走出所有的影響 從早年 梵古在荷蘭接受海牙畫派的洗禮 後來到了花都巴黎之後 他遭受到包括像 比莎羅 莫內 雷諾瓦 然後像這些 還有秀拉 西涅克 所有的藝術的這個形態的衝擊 但是他就開始思考了 就是我到底想要的是什麼 雖然他已經掌握了色彩 他也掌握了構圖 他對線條也有他自己的理解 但是要怎麼樣能夠成為他自己呢 所以他在1888年的時候 他在二月份 他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弟弟說 我要離開英域的巴黎 前往南方 那在南方呢 我要找尋像日本一般的美夢 所謂日本一般的美夢 是畫看起來 要像服飾會一樣 所以在這個服飾會風格的繪畫裡面呢 他在雅爾找到了他藝術的舊書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呢 叫聖瑪利的拉美 那它其實呢 是在雅爾的外圍的一個小地方 那今天這個地方 有很多人跑去拍照 所以如果有機會到雅爾去的時候 你可能會來這個地方 那現在這裡已經不是薰衣草田 它變成了麥田 但是我要請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遠方的雅爾的主教座堂 然後跟明居 它在視覺上面 你注意看 它用大小來呈現他們的遠近 它沒有明顯的透視法 實際上這個時候的飯骨已經吸收了 日本服飾會的繪畫風格 所以在畫裡面是沒有影子存在的 也沒有陰影的變化 這個在西方的藝術史裡面 是一種叛金離道的做法 因為它畢竟偏離了西方藝術史 對構圖 對景深的理解 但它在這裡呢 它採用了什麼方式呢 當然還是在近的地方 還是有類似這種 我們就慢慢慢慢把 zoow in 跟zoow out 的效果 而且它的顏色裡面呢 它用不同的顏色的搭配 因為我們要理解一件事情 在飯骨的年代 它剛好是化學顏料 所謂的這種筆管的顏料 然後跟真正在畫室裡面 所謂的礦石顏料同時並行 所以當時的畫家都在摸索 顏色各式各樣的可能性 而飯骨呢 他從他讀佐拉的小說 或者是紀德的小說 他在小說裡面 他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們怎麼樣讓畫 呈現如詩一般的風格 所以他就開始用顏色 來做這件事情 那在飯骨的 在雅爾這些繪畫裡面 他完成了藝術史上最偉大的進化 也就是成為他自己 第一次能夠公開 能夠讓我們大家能夠辨認說 這個就是飯骨畫的 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 那也因為這個時期的變化 就慢慢的 有了很多很多精彩的作品出現 那在這次作品裡面 有出現了一張 其實我認為 就變成了另外一個 飯骨標誌性的 這一幅畫畫的是 在烈日之下 夕陽西下的柳樹 而這柳樹裡面 你可以注意看 它的風格 形式 跟我們所看到的西方繪畫 是很不同的 那後面的這顆太陽呢 很明顯的 就是受到的農民畫家 米勒的影響 那米勒呢 實際上在整個法國的藝術史上 他是一個極為獨特的人物 當然他的私生活 跟他的繪畫 你要把它分開來看 其實米勒呢 他是一個富二代 然後他其實是 真的不知道吃米 不知道米匠 但是他很能夠理解 當代的這些富有的階級 衝展階級 他們想要看的是什麼的畫 所以他將自己的人生呢 把他投入 跟農民一起生活 所以他畫了很多 跟土地有關係的 而對於飯骨來講 他最喜歡的畫家 就是米勒 所以他說他的畫 米勒的畫 是從土地裡面長出來的 所以他一直嚮往著 大地跟他的藝術緊緊的結合 所以我們在這個 西洋下的柳樹裡面 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景觀 就是從大地裡面 長出來的繪畫 其實這個展覽有很多小小的驚喜 我們來看一下 在大家還沒有機會到法國的這個 雅爾南方普羅旺市去走之前 你一定要來這個地方 因為當你到雅爾的普羅旺市的時候 你也會看到一個差不多的場景 在現場拍照 這個可以說是現場的一個非常特別的 這個小彩蛋 唯爾兩個可以拍照的地方 然後他還有講的是星空咖啡廳 那除了這裡面呢 我們看到這些揮畫裡面還有一些舊照片 那我們來往前看 這裡面呢有一個人生地圖 我們可以來了解一下 實際上呢 范古的人生 文森范古的人生呢 他的前半部都集中在尼德蘭地區 就上面的1285 這樣子 後來呢他在20多歲的時候 他因為他進到礦區裡面 所以他特意的來到了比利時 而且他在比利時的北邊 也是河與區的地方來活動 那這些地方呢 在文學史上呢 有很多的作品去描繪 那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看到的富裕的強大的 然後設計力跟科技力都十分強勁的荷蘭 其實在當時是不存在的 我們可以在1950年代之前的荷蘭 是極度的貧窮 一直到1950年代的設計運動開始之後 荷蘭它的國家文化 它有了質變跟量變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范古它活動的地區 幾乎都是尼德蘭跟瓦隆尼亞地區 最貧窮的人所在地 但是呢你看到16 12 然後包括了後面的這幾個數字 巴黎跟南方的普羅旺斯 可以說是讓這個范古在藝術史上 變了一個最大的轉換 那當然在所有的轉換裡面呢 我認為有一些畫可以看出來 他個人的樣貌 那我們來介紹這幅畫 這幅畫其實我個人呢 對它有很多的感覺 那這幅畫呢就是范古的自畫像 那它的自畫像呢 其實我們要研究的是 它畫的時期是什麼 那這幅畫呢 是畫1887年的4月到6月之間 那描繪的時間呢 是范古還住在巴黎的時候 那范古它一生中 大概畫了35幅自畫像 當然還有許多的樹苗 所以在庫勒木勒裡面呢 你會看到非常多的 就各式各樣的習作 那我自己怎麼看呢 因為在藝術史上 真正能夠描繪自己 臉孔的畫家並不多見 從最早之前的杜勒 他透過了四張這個自畫像 從年少到31歲 他描繪出自己對於 稱為創作者藝術家的自信 而且他將藝術家的本人的身份 提到了一個高度 但是呢後來呢 包括了林布蘭 他是正眼的來看 來凝視人生的無奈跟脆弱 那在藝術史上 帶來相當的動人 那另外一位大家所熟悉的畫家 也畫了非常多自己的自畫像 那就是弗雷達卡羅 那這位來自於墨西哥的畫家 實際上他用了非常多的力氣 去描繪他一生中 開了近40次的大刀 在這麼多的大小的 這樣子的一個手術裡面 他看著自己的身體 支離破碎 被拆開來蟲子 拆開來蟲子 而每一次的這種鮮血淋漓 都讓他重新去黏噬 他脆弱的身體跟靈魂 所以在看他的畫面 會感到一種很強烈的愛上 可是對我個人來說呢 另外一位身為異鄉人 永遠在漂泊 然後在居無定所的流浪裡面 在他的內心還沒找到平靜之前 然後他試了很多的方法 來看自己 大家想像一件事情 就是你回到家的時候 當你攬鏡自照 看著鏡中的自己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 你會看到自己的白頭髮 你會看到自己的皺紋 你會看到自己臉上的斑 你會看到一些不自然的線條 那這些線條呢 代表了時間在我們身上的作用 所以大部分的我們 會想方設法的迴避 生命的殘酷跟真實 而畫家呢 他的最大的工作 就是他要描繪那一刻 而描繪在我們發現自己的身體 逐漸的衰老 病痛 然後我們面對著貧窮跟困苦的時候 我們到底內心是怎麼去思考 怎麼樣去面對我們自己的人生 其實在范古這個時候的繪畫裡面呢 他的眼神裡面既堅定也迷惘 然後他的繪畫裡面呢 就是可以看出來既鬆散也很緊實 那更重要的是他在這畫裡面 他好像安安地做了某一種決定 而這個決定呢就在下一個階段展現出來 我們一起去了解一下 在這一側的繪畫裡面呢 可以看到有三張風格跟形式 都非常類似的畫點 那這個畫裡面呢都是樹林 范古實際上呢他在雅爾的時期 1888年之後 一直到他1890年人生最後這兩年 實際上他畫了很多的根 那在寫給他弟弟的書信裡面 他有寫到就是說 我相信我們的人生 一輩子跟大地脫不了關係 我們要堅實的從大地裡面 獲取生命的力量 而且我們到最後也會回歸於大地 所以在跟大地最密切 而且最永恆的形象呢 應該就是樹根嘛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畫了很多的樹印跟樹根 不過呢也因為在這個時候 他在1888年的12月24號 他面臨了人生的一次重大的打擊 所以他後來他自願跟他的弟弟講說 我應該在療養院裡面 重新去顯示我的靈魂 重新檢視我自己的精神 所以他在療養院裡面呢 他除了修養之外 你可以看到喔 他的畫 他的那時候的自畫像 他無論是包的耳朵 他不管怎麼樣 他會雕的煙斗 煙斗代表的是自在跟安逝 這是那個時候的畫一個特色 可是他另外一方面 他畫了非常多療養院 裡裡外外 大大小小不同的特寫跟場景 而其中一個呢就是 他在樹印底下 在林間小道裡面遊走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西方的文化裡面 散步是一個靈魂的運動 那以前從中世紀的修道院 修道士們在散寫士 在抄寫士抄寫經文之後 那他們必須呢 要來到這個修道院中間的花園 然後在沉默的情況之下 一直繞行 他們說可以在大自然裡面 我們可以在其中漫步的遊走 慢慢的將精神把它提煉 回到伊甸園人類最早的初始狀態 我相信呢 范古他非常非常了解 藝術史上或宗教史上 這些特別的這些啟示跟象徵 所以他在繪畫裡面呢 他也畫了很多的散步 而他用一種極為個人的觀點 非常私密的方式 讓我們切進去 到大自然的這些場景裡面 所以可以看到這裡面 招牌的范古的筆觸已經出現了 可是其實對我來講 我更在乎的是他其中對形式 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視角來做表現 但是呢 離開了雅爾 然後離開了聖雷米之後 可以說是他人生呢 這個藝術的生命裡面 一個重大的轉變 而在重大的轉變裡面呢 我們來介紹一幅畫 其實我非常喜歡的這幅畫 這幅畫呢叫做《霍種者》 如果大家很熟悉 藝術史上的《霍種者》的話 你應該知道 他跟米勒是有密切的關聯的 那其實范古 范古是一個米勒忠實的追隨者 剛才我已經跟大家分享過了 那他不僅僅收藏米勒 而且他也模仿米勒 他從從脈米勒 然後到模仿米勒 他說他超越了米勒 為什麼呢我這樣講呢 並不是因為他的畫風上追隨他 而且他在精神上 他也希望能夠做一個 跟大地緊緊相連的畫家 而范古他臨摩米勒 最多最多次的其中一幅畫呢 就是這個《霍種者》 就是人因大地而生 對不對 如果我們必須要滴一下 汗水跟血 然後從這個大地裡面 獲取我們的食糧 而大地必為我們長出了祭梨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困苦的方式 然後來謀生 其實這是范古在反覆的 閱讀經文裡面的時候呢 他寫給他的弟弟西奧 而這段經文呢 是來自於《創世紀》 亞當跟夏娃被逐出 伊甸園的時候 然後上帝或者是說 他的使者 所跟他講的話語 所以就是我們人呢 重新面對自己 我們了解到自己的渺小 跟無能之後 我們成為一個播種者 我們播下的是生命的可能性 也種下了種種各式各樣 我們未來的展望 而在這幅展覽裡面呢 我們看到能夠看到最 應該說離范古逝世 最接近的一幅畫 就是這個叫《盛開的歷書》 這幅畫呢 畫在1890年的5月23號到24 22號到23號之間 而這幅畫為什麼會動人呢 其實大家就是我們常常會有個誤會 或者說就是藝術史上目前就有說法 一直有爭議的 就是范古倒是為什麼 在37歲的時候會選擇 或者說會以這樣子的方式 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那眾說紛紛 不過呢在近20年的 藝術史的研究裡面呢 開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聲音在拉扯 一個還是堅持舊的說法 可是呢我更傾向是新的 也就是說范古它並不 從它晚年的這個色彩 跟構圖裡面呢我們看不到 它有可能會用這種方式來結束 結束自己的生命 原因是因為在奧維時期的畫 它大量的使用 例如說像雪青色 例如說像草綠色 這兩個顏色呢都是跟希望 還有跟自由有密切的關聯 即使一幅麥田群鴨 它並不能代表它在晚年最後所有的風格 如果我們將它晚年的畫 全部攤開來看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它對藍色 對自由無限的追求跟向往 它有個非常強烈的信念在裡面 而這幅畫裡面呢 在這個歷書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種 停停直立的生命 然後向上延展 它向自由它向往的無限 而大地呢 大地呢慢慢慢慢的它會脫離 也就是說我們人的精神到最後 會慢慢的脫離現實的層面 會到現世的層面 應該是這樣講才對 然後會脫離現實的層面 慢慢的進入到形額上的思考 然後這幅畫呢實際上 就跟晚年的畫 包括了雷雨也淺的麥田 然後包括了在奧維上面 大大小小的寫聲 可以做一個呼應 所以我認為飯谷的晚年 其實呈現出來的 是一種充滿希望 而且呢 而且充滿了這種激情的 一種生命的一種表現 今天呢我們透過非常短暫的時間 帶大家呢 來了解一下 那目前呢 在台北福邦美術館 然後還有這個余迪恩 一起我們共同來合作的 這場展覽《飯谷巡光之路》 從它早年在荷蘭 所面對的包括了這個啟蒙的光 然後呢 它後來在尋求外在自然 然後心靈的光 到最後它進入神性 具有強烈宗教性的 這種內在的光 而在不同的層次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生命的轉換 而在生命轉換裡面呢 實際上也給了我們許多的希望 也給我們很多的夢想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夠透過這一次的展覽 能夠看到不一樣的飯谷 那我們小青叔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